有些人发展可以说很早就开始了 他的基本思想在100多年前就有了 主要从两个方面 一个是从工程方面 一个是从数学方面 工程方面主要是工程师 根据实际结构的一些工程实际得到一些启发 那么用一种直觉的方式来构建相应的一些四函数 数学家主要是从求解微分方程 基于四函数怎么控制误差 从这个角度来发展有限元的 那么典型的我们工程方面 变分法大家都知道瑞丽 是在140多年前就提出了相应的瑞丽方法 也就是变分法的前身 那么理智在105年以前就提出来了 相应的发展了相应的变分方法 我们把这两种方法合在一块 也叫瑞丽理事法 这个是在我们变形体力学里面用的非常多的 那么后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一些相似结构的变换 就是针对结构进行这种转换 阿基里斯是在1955年 他提出了一个直接连续单元 主要是矩阵力学的方法 那么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矩阵的表达方式 大多数都是阿基里斯 当时1955年最开始提出来的 Current实际上他是一个数学家 同时他是一个搞应用数学的 所以介于工程和数学之间 他是在1943年也是完整的研究了连续的四函数 Sinkovich他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工程师 也是一个搞数学的一个学者 那么他在1964年的时候 完整的提出连续四函数的一系列方法 也是我们有限员 现代有限员的一个基础 那么数学家也是像高师 家庭禅制法在1795年就开始 加勒金在1915年都做了很多贡献 那么几位有限员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这个Current 他实际上是一个德国人 出生在德国 后来到了美国 美国数学家 他在28年就创办了应用数学研究所 他在64年 他的研究所就被命名为Current数学科学研究所 那么主要是研究有限员的一些数学原理 那么他的Current最小值原理 就是以他的命名 命名的一个重要的定理 Agilis 他是一个希腊人 后来到了德国 他也是公认的计算科学的一个杰出的专家 也被誉为有限员分析的发明人和创始人之一 他主要创立着力学分析的矩正位移法 应该说就是我们有限员方法的前身 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工具 他从1950年开始就在德国的斯托加特大学 就担任计算机应用研究所的所长 一直担任了所长近40年 Sinkovich是个英国人 在Swansey大学担任土木齐的习主任 那么他创办了一系列的有限员分析数字方法的杂志 同时他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比较突出的是1967年 他出版了有限员领域的第一本专著 有限员方法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有限员领域里面 是一个经典的专著 到现在为止出版的第五版 我非常有幸 我在2008年对他的最后一版 有限员分析的方法 第一卷基本原理翻译了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可以看出来 这三个有限员的开拓者都是高授的 Current活了84岁 阿基利斯活了91岁 Current活了88岁 这说明我们从事有限员研究是可以长寿的 有限员分析 应该说和计算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大家都知道上一个世纪 五六十年代计算机开始发展的 具体长足的进步 那么它在有限员的应用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所以在1965年 这个ASCAR软件就产生了 大家所熟知的NASC NASC 就是1966年创立的软件 那么它已经成为美国LASA的一个指定的分析软件 就是所有的航空航天上天的一些飞行物 都必须通过NASC 进行分析计算 这个对于飞行性的分析 Mark软件应该说是非常出色的 它是在1969年创立的 大家用了很多的ANSAS软件 在结构分析 在传热分析 磁场分析 应该说在全世界用的非常的普及 是在1970年创立的 Adina软件是对于飞行性的处理 碰撞接触问题 是有非常好的非常明显的优势 它是在1975年创立的软件 对于一些动态碰撞 这种复杂的过程的分析 Dyna比如2D Dyna 3D 这套软件应该说是很有特点 是在1978年创立的 作为研究来说 特别是处理飞行性问题来说 阿巴库斯应该说是很有特色 也是我们在大学里面 作为学者来说 或作为研究生来说 用的非常多的 这个就是阿巴库斯 是在1979年创立的 另外像Cosmos和CAD结合得非常好 比如说ProE 能够结合得非常好 另外还有一些这种 在危机上早期在对硬件 要求不是太高的那种硬件环境 也可以运行的这种软件 比如叫Argo 像这种是在1984年创造的 应该说有些人的软件 真正在共产生中间应用的话 不下于几百种 甚至上千种 那么刚才只是介绍了一些 我们常用的 大家熟知的几种软件 同学们 这一讲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下一讲再见